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简单跟大家讲一讲 这就是我们2月4日 因为2月4日是我们叫做立春 其实立春才是正式进入新的一年 2月4日那一日 因为是10点45分就转节气 到11点他又去了另外一个叫做时辰 所以如果那一天的用事的话 你可以直接用11点那个 11点那个的开门 幽门 生门 其实开门就是在西面 幽门在西北面 但是它overlap 你要看 我会建议只要去西面就OK 因为西面这里有一个开门 和日本的开门是重叠的 那这个是我们用的叫做动态的奇门的能量法 OK 这个你主动地去这个 譬如是西方 那那个用事呢 那你就会采纳到一些吉气了